中文字幕志愿者 警方保和会成员 这是警方来到保和会经营为室的酒店 带回刘成浩的直属大哥 林修博和九位帮众进行调查 警方调查去年六月 在内湖区发生的枪击案 涉案的陶姓男子为保和会成员 但案发前的藏匿住所 竟然是馆长枪击案枪手刘成浩成租 另外也发现这个黑帮涉及 夺起掳人恐吓枪击等重担案件 虽然还没发现和馆长案有直接试证 但嫌见保和会惯性以小弟担任枪手的模式 开枪犯案 警方不敢大意除了这次的组织案外 针对馆长案内幕 警方也会持续追查 经过三个小时埋伏 看到馆长立刻冲上前开枪射击 馆长枪击案有了重大进展 枪手刘成浩被远警发现 在犯案之前密切联络 竹联邦保和会要缴尸菌疾 原来警方追溯 在枪击案发生之前 建设防附近的道路监视器 发现施俊吉曾经到场勘查 确定他设案 7号晚上在主联邦保和会 为室的酒店将他逮捕 警方警察施俊吉曾经卷入 立法院华山大楼枪击案 但年轻时就住在刘成浩住家附近 两人经常混在一起是老朋友 这次警方查扣刘成浩手机 发现他用FaceID上锁iPhone 刘成浩拒绝解锁 警方找到台湾资安界高手级人物 据悉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顺利打开他的手机 查出他都使用iPhone独有的FaceTime 联络一名错号少追的竹联邦帮派分子 但专案小组研判施俊吉指示枪击案中间人 更传出枪手及中间人收了1000万元出面行凶 不过发现馆长被枪击后 施俊吉曾经南下台中一段时间 警方曾派警力持续监控 希望寻现从幕后联络枪手的施俊吉身上 找到教授的真凶